最近呢第一次约泡 但对方的性经验人数有十几人 我们目前约出来两次之后 可能还会继续 做的时候呢都会带保险套 但是他在帮我口交的时候不会带 这样有需要打HPV疫苗吗 因为看起来算是不小的花费 想询问您会建议怎么做呢 若是持续再约 也是固定打炮的状态 我有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吗 HPV要打的是三季 那这三季我那时候打 我是去年还是前年打的 那时候打的好像 我记得三季加起来要一万五 就是三季加起来一万五 然后分四个月两个月 然后把它打完 那你会觉得一次一万五 这样好像很贵耶 但是你要想 它并不是每个月一万五的打 它就是打一次 目前打一次就好 除非你几年之后你去检查 发现你没有了这个抗体或是干嘛的 再去补打 但是基本上你就打一次 那你打了这一次 身体有了这样的保护 就看你觉得值不值得 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必须衡量过之后 再觉得如果它值得你就去做 当然那个钱的前提是 你可以负担得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见仁见智 就是你看你觉得值不值得 但是对我来说HPV疫苗是 很值得做的事情 因为它对我们身体可以有保护作用 那我建议当然是 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性行为 你还是处女处男都好 都去打 国中以上就可以打 那你刚刚说 有戴保险套 这样有需要打吗 不管你有没有戴保险套 我都建议去打 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防护到病毒 不借由男生的生殖器 碰到女生的阴道里面 或者是在经由下一段的 的关系 在透过女生然后传到男生 这个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它在哪里 你也看不见那个病毒在哪边 那你也没有办法确定说 哦 它说它没有 或它说的它有 那是真的吗 安全起见 还是要打 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 当然你们两个彼此的身心健康 还有就是你们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 保险套是一定要准备的 那很多人就会说 那既然有保险套 你为什么我还要打呢 有保险套不就代表不会怀孕 不会怎么样吗 它的几率是 不会怀孕跟不会得病的几率 当然是很高的 可是我们人为因素 真的没有办法保证 是不是可以真的完全避免 不是说 你不是说你是处男处女吗 你去打这个HPV代表你一定有过 你做贼心虚 不是 处男处女去打HPV疫苗 反而是更完整的预防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性行为过了 也没有关系 还是要打 因为你可以预防从现在之后的性行为 带来的病毒 那也不是说一定是 一定是有性行为就一定会怎么样 很多时候那病毒会不会发作 也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啦